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离婚的时候 夫妻双方都会想尽办法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 就是离婚夫妻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但是这个孩子比较特殊 他跟父亲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男方和女方谁能打赢这场争夺战呢 2018年的一天 某地法院为一起离婚案 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询问 只见四个彪形体壮的大汉 护着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走进了法院 我们案件的女主人公叫江玉萍 她一看到这个小孩就流泪哭着叫道 儿子抢上去要抱这个孩子 男主人公叫黄伟 他立刻指挥这四个大汉 拦住了自己的妻子 法警呢让他们所有的人 都要遵守法院的纪律 在法庭外面等候 然后把小男孩一个人叫进了法庭 江玉萍和黄伟 就是这一起离婚案的当事人 江玉萍是原告年纪三十岁 是一个品牌服装代理店的老板 黄伟呢是被告年纪三十五岁 他是他们家族公司的总经理 若论黄伟的自身条件 可以说他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丈夫 但是江玉萍竟然主动提起了离婚诉讼 那么这一对已经结婚十年的夫妻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我们要从他们的婚姻说起 黄伟的家族在当地是做外贸生意的 经过父辈的努力 公司规模做得很大 生在这样一个不差钱的家庭里 黄伟啊从小就任性枉为 也不好好学习 长大了天天呼朋唤友 父亲一看呢 他这样下去不但难以成绩家族事业 还可能走上邪路 于是就把黄伟送到国外去学习 结果呢 他除了每年收到黄伟一堆账单以外 还听到了黄伟在国外更无拘无束的传言 黄伟虽然在国外留学了两年 但是他没有拿回来一张文凭 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国外吃不好 每天提不起精神 所以学习也坚持不下去 黄伟的父母知道儿子已经被惯坏了 不能指望他在学业上光耀门眉 所以父亲呢就把他带在了身边 让他跟着学习企业管理 以便尽快地接受家族生意 开始啊 黄伟还像不像样地去公司上班 但是几个月以后啊 他就烦了 他就开始以什么牙疼疲痒等各种理由 拒绝到公司去 然后他自己出去和狐朋狗友在一块鬼混 父母眼看着管不住儿子黄伟 又担心他在外面传货 就赶忙托人给黄伟介绍相亲对象 希望女朋友可以拴住他的心 那么这一次父母的心愿能够实现吗 黄伟由此认识了江玉萍 江玉萍当时只有二十岁 黄伟呢比他大五岁 年轻人嘛正是身强体壮 荷尔蒙旺盛的时候 所以两个人一看呢 你看我 我看你都很满意 结果就谈起了恋爱 这一谈恋爱啊 黄伟到外面玩的次数就少了 天天跟女朋友在一起的 这个机会就多了 父母看到这一招比较管用 于是就尽快地给他们办理了婚事 古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黄伟和江玉萍结婚的速度很快 但是黄伟厌倦婚姻的速度也很快 不久啊他就固态扶盟 又天天出去跟胡鹏狗友去鬼混了 为了不让妻子江玉萍干涉他 他就代理了一个品牌服装的销售 然后把这家店全权交给江玉萍进行经营 而黄伟呢平时很少回家 江玉萍打电话他也不接 说起来他们两个人是同成夫妻 但是夫妻两个巨少离多 感情啊很快就出了问题 江玉萍不愿意守活寡呀 所以他就找公公婆婆告状 那公公婆婆就教训黄伟 黄伟就变成了自己在外面不是玩 自己在外面是广结善缘 是为自己家族生意的扩大做铺垫 他回到家以后啊他就骂妻子江玉萍 让他不要干涉自己的事 黄伟已经厌倦了妻子江玉萍 与这段平淡如水的婚姻 他每天对江玉萍爱搭不理 夫妻感情日益恶化 终于江玉萍忍无可忍 在他们结婚的第五年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黄伟的父母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啊 就严厉的责骂了黄伟 那黄伟啊在父母的严管之下 只好提出来夫妻感情没有破裂 他们双方之间只是一个误会 自己愿意回家呀做一个好丈夫 而法院为了维护家庭的团结 就驳回了江玉萍的起诉 经过这样一场诉讼呢 黄伟为此老实了一段时间 他每天也到公司去看看 然后也过问妻子江玉萍的生意 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啊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时间一长他老毛病又犯了 整天游手好闲 只不过他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就是这样 在磕磕绊绊中过去了十年 江玉萍看到黄伟死不回拐 也就是第二次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开头那一次 又向法院提起了离婚的诉讼 财产分割嘛法律有规定 他们双方也没有分歧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争孩子的抚养权 法院鉴于孩子已经七岁了 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 所以就叫孩子到法院询问他 愿意跟爸爸妈妈谁共同生活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幕 为了让孩子能够自由地表白 那法官呢没有让黄伟和江玉萍参加这场询问 他们在法庭外面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法警又把孩子送了出来 这个江玉萍一边叫着儿子的名字 一边上去想抱儿子 结果仍然被黄伟拦住 那四个大汉就护着孩子快速地离开 江玉萍就在后面哭着大叫 他们在抢我儿子 你们把儿子还给我 而黄伟则拦着他说 孩子是自愿跟我生活的 没有人抢孩子 法警就劝阻他们夫妻 在法院不要闹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被暴力抢走的 江玉萍可以到公安局去报案 然后呢让他们两个人进去去见法官 法官呢就向他们宣读了对孩子的询问笔录 孩子在笔录当中明确表示 爷爷奶奶很疼爱他 爸爸经常带他去玩刺激的游戏 所以他愿意和爸爸共同生活 黄伟听了以后马上表示 这是我儿子真实意思表示 我没有意见 而江玉萍则反驳说 这不是我儿子的真话 肯定是被黄伟和他家里人交代 法官就宣布 法院将根据调查的情况和孩子的意愿 就他们的罹患案定期作出判决 江玉萍一听 法官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啊 这自己要拜诉啊 因为他要根据孩子的意愿嘛 所以他马上就对法官说 法官 我儿子和黄伟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是我儿子的父亲 他没有权利抚养孩子 这句话顿时把法官说愣了 法官两眼瞪得溜元 江玉萍的话什么意思啊 他们的儿子是怎么生出来的 黄伟和江玉萍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医院的检查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黄伟这辈子不能有孩子 为延续后代 夫妻俩通过人工受孕喜得一子 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黄伟收心 黄伟陪他做完一月子以后啊 又隔三差五 开始找理由出去玩了 江玉萍一气之下 带着儿子跑回了娘家 那么他与丈夫黄伟的婚姻 还能继续吗 为看望儿子黄伟又会怎做呢 非生父争夺抚养权正在播出 原来啊黄伟和江玉萍结婚以后 连续几年江玉萍都没有怀孕 中国有句古话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尤其是像黄伟这样不差钱的家庭 子孙后代可以说是多多益善 因此啊黄伟的父母就着急了 老问黄伟 你为什么还不生孩子 黄伟两手一摊 我也想生啊 江玉萍生不出来我也没有办法 黄伟的母亲以为 儿媳妇不想生孩子 她就去做江玉萍的思想工作 哪知道她一张嘴 江玉萍就对婆婆说 你儿子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 我连见他一面都很难 更不要说怀孕了 黄伟的父母一听 还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 就严令黄伟 你在家风山玉林 不得到外面吃喝玩乐 一直到生出孩子来 黄伟这个花花公子的夸销啊 全靠父母 对于父母的命令 他不敢忤逆 他也想早点生出孩子来交差 于是啊 就开始在家中 希望早点生出孩子来 但是 不管他们夫妻俩如何努力 江玉萍就是不能怀孕 黄伟的父母实在忍不住了 就让黄伟和江玉萍 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没有想到 检查的结果竟然是 黄伟患有无精子症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能生孩子 黄伟和父母啊 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了 全国的名医治疗之旅 这一圈折腾下来 国内多个医院的专家 都对黄伟的生育能力 盖棺论定 黄伟这辈子不能有孩子 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黄伟一家不得不考虑 今后该怎么办 黄伟母亲得知人工受精 试管婴儿等都能原生子梦 他决定找儿媳江玉萍聊一聊 那么江玉萍对此 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江玉萍啊经过仔细的考虑 黄伟不能生孩子了 可以说他对家庭的责任感 会越来越差 如果通过医学辅助手段 生一个孩子 或许就能够把黄伟留在身边 于是江玉萍就答应了 既然全家人都同意 用医学辅助手段进行生育 很快江玉萍就通过人工受精 怀孕了 这儿是志愿者捐供的 和黄伟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黄伟的全家 在江玉萍怀孕以后 仍然很高兴 在他怀孕期间 为了照顾好他 专门给他请了两个保姆 经过了十月怀胎 江玉萍生下了一个男婴 黄伟全家人高兴地无以言表 给他请了月嫂 而且还在会所坐了月子 爷爷奶奶常过来看孩子 黄伟也向江玉萍承诺 将来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 江玉萍感觉 幸福的日子真的来临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黄伟陪他坐完一月子以后 又隔三差五 开始找理由出去玩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 孩子也一天天长大 当他奶生奶气地叫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时候 黄伟对这个孩子的感情 才真正有了变化 他对孩子是越来越亲 越来越爱 而爷爷奶奶更是一天 不看到孙子就浑身难受 虽然黄伟因为孩子 在家中的时间多了 但是他对江玉萍的感情 并没有多大变化 他的家庭责任感依旧淡薄 对江玉萍的生意 也不管不问 只是有空就逗逗儿子 而江玉萍为了让黄伟回归家庭 收住心不要再出去撒花 他和黄伟可以说吵过骂过也打过 而且还在 结婚五年以后还起诉过一次 但是黄伟在有了儿子以后 依然是吊儿郎当的 江玉萍现在看到他对儿子 还真有点上心了 就在一次和黄伟发生了矛盾以后 他带着儿子就回了娘家 想以此逼黄伟彻底改邪归正 黄伟得知妻子江玉萍带着儿子回了娘家后 赶紧去接江玉萍回家 可这一去 黄伟不仅没有接走妻子和孩子 还被赶了出来 眼看这个家就要散了 黄伟的父母再也坐不住了 黄伟的父母得知他们两个又闹矛盾了 而且孙子还被儿媳妇带回了娘家 就狠狠地把黄伟骂了一顿 说他再不悔改 家里也要把他扫地出门 然后他们让黄伟开着车到亲家处 给孙子还买了礼物 然后向儿媳妇和亲家亲自赔礼道歉 但是亲家和儿媳妇都表示 黄伟对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 不是一天两天了 如果这次再迁就他 他仍然会一如既往 所以希望亲家能够对黄伟严加管束 黄伟也要痛改前非 届时亲家会亲自把江玉萍和孙子都送回去 黄伟的父母都是成功的商业人士 为了儿子不得不洗耳恭听亲家教诲 尤其是黄伟的母亲离不开孙子 他在从江玉萍家走的时候 还流下了眼泪 这些场景对黄伟刺激很大 他想想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 还仍然不让父母放心 尤其是儿子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不敢出声 黄伟为此下定了决心 自己要干出点名堂来 他们家族在某口岸城市 有一个子公司 于是黄伟就主动到这个公司 去做老总 开始了企业家二代自觉的接班行动 在外地工作期间 黄伟只能通过视频和儿子通话 而且江玉萍为了孩子的视力健康 只让他们通话一到两分钟 儿子的乖巧和对世界的好奇 都让黄伟觉得自己能为儿子做很多事 他对儿子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黄伟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子 开始走上正轨 心里也很高兴 但是孙子不能和他们实时相伴 心里也常常难过 夫妻二人经商讨决定离婚 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黄伟将儿子夺走 结果这一去就是两年多 儿子也在当地从幼儿园上了小学 江玉萍将黄伟起诉到法院 要求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黄伟则表示自己抚养孩子更占优势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比江玉萍好 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江玉萍一再强调儿子并非黄伟亲生 无权争夺 那么不是亲生父亲的黄伟 是否有权力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面对这种情况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非生父争夺抚养权正在播出 黄伟在外地工作了半年以后 他回到了家中 他主动约江玉萍见面 他告诉江玉萍 在外地工作期间经过认真的思考 觉得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都太年轻 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为此多年来他也伤害了江玉萍 他们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 为了不耽误江玉萍 他这次回来就是想和江玉萍办离婚手续 离婚江玉萍是没有意见的 因为两个人结婚以后一直磕磕绊绊 过得可以说非常没意思 但是孩子归黄伟抚养他不同意 黄伟的父母也对他们吵吵闹闹的婚姻 不抱和好的希望了 但是放弃孙子的抚养权 他们二老也万万不能答应 于是黄伟就带着人 等在儿子上学的路上 从外公外婆的手上 强行把儿子带走 然后他带着儿子去了自己工作的城市 黄伟的父母也跟着去与孙子 同享天伦之乐 结果这一去就是两年多 儿子也在当地从幼儿园上了小学 法庭上就在法官要把抚养权判给黄伟时 江玉萍表示 儿子当初是被黄伟抢走的 并且说出了儿子不是黄伟亲生的秘密 那么这一说法是否会影响最终的判决员呢 法官得知双方争夺抚养权的儿子 是通过人工受精所生 就询问他们夫妻双方 当初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们是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黄伟说 不但我们达成了一致 而且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比江玉萍好 可以给儿子更好的生活环境 尤其是这个孩子是个男孩 跟着我生活能够培养他的浩然之气 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爷爷奶奶也非常宠爱孙子 加上自己啊 现在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所以应该把这个孩子判给我抚养 江玉萍听了以后我呵呵一笑 当着法官的面子指责黄伟 你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你现在所谓做工作 也不会是给你父母做个样子 儿子跟着你的话 跟留守儿童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经济方面 我承认不如你黄伟家 但是他也表示啊 江玉萍说 他现在单独抚养孩子 根本没有问题 而且孩子跟自己有血缘关系 和黄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孩子跟自己成长更合适 在这一对夫妻离婚的争执问题当中 最重要的是 人工受精孩子和父母的关系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 人工受精孩子的法律地位 我们看一看 人工受精 它是指什么呢 男女双方无法自行受孕的情况下 采用医学手段 将男性的精子移送到女性体内 从而达到使女子受孕目的的 一种辅助生殖技术 人工受精的精子来源 可以来自丈夫 也可以来自第三者的共精 我国法律啊 是允许人工受精的 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需要按照卫生部颁布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等系列法规执行 至于人工受精所生子女的 法律地位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以人工受精所生子女的 法律地位的函当中啊 明确指出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受精 所生子女应视为 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父母子女之间 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看一看啊 人工受精法律上的地位 其实就是同婚生子女 那么这个婚生子女 它是包括三层含义啊 第一层 精子与卵子来自于夫妻双方 只是采用了医学技术手段 怀孕所生 那这个孩子毫无疑问 和父母双方都有血缘关系 他属于双方的亲生子女 二是如果精子不是来自丈夫 但是妻子事先经过丈夫同意 或者事后丈夫明确表示 无意义的 那么所生的子女 虽然和丈夫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仍然视为丈夫的婚生子女 丈夫与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 仍然属于婚姻法上的 父母子女关系 三是如果妻子未经丈夫同意 采用他人精子 人工受精所生育的子女 这个因为没有得到丈夫同意啊 所以和丈夫没有法律上的 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就本案而言 黄伟和江玉平协商一致以后 通过人工受精生子 黄伟与这个孩子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法律上 仍然具有婚生的父子关系 黄伟仍然有权主张抚养权 加上这个孩子啊 也表示愿意跟父亲共同生活 所以在这场抚养权的争夺战中 黄伟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面对这样一对互不相让的夫妻 法官呢并没有简单的做出判决 而是又做了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 在解决抚养权的官司当中啊 法院的根本立足点 实际上还是在于孩子 要从有利于他成长的角度出发 不轻易改变他的生活环境 为此 办案人员专程去了黄伟目前居住的城市 到他们家住的小区和孩子的小学走访 给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啊 又做了笔录 办案人员发现 孩子和父亲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 小学也是当地的好学校 同时呢 这个孩子每年都体检 上面显示孩子身体很健康 法官到医院去核实 这个体检报告也是真实的 后来承办法官就将他们的调查走访结果 告诉了江玉平 江玉平表示不相信 说这都是黄伟故意做出来的假象 江玉平啊 还向法院提交了自己的一份B超检查报告 他说自己身体也不好 如果离婚以后再结婚 也很难再生育了 承办人呢 就到江玉平就医的医院去询问 医生表示啊 这个诊断报告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 江玉平丧失了生育能力 只是说他可能会降低生育几率 法官呢就为此分析 黄伟和江玉平在孩子抚养权问题上各不相让 其实都是基于对孩子的爱 为此啊 法官就约见了黄伟 告诉他 孩子与母亲相居两地 交通不便 所以江玉平一直坚持他自己要抚养孩子 鉴于黄伟现在工作的地方是他们家的子公司 就问黄伟 你能不能在那边工作理顺以后 你带孩子回来上学 黄伟马上表示可以啊 而且还说 只要江玉平同意孩子有我抚养 他可以让江玉平有更多的探视时间 法官在得到黄伟的承诺之后啊 就跟江玉平进行了谈话 告诉他 离婚呢 只是变更了他和黄伟的夫妻关系 但是对于孩子而言 父母子女关系是不会发生变化 不论抚养权给了哪一方 另一方啊都可以探望和照顾孩子 黄伟呢 已经同意带孩子回来上学 并且同意江玉平可以随时去探望孩子 江玉平呢也知道 孩子的抚养权 不可能两个人同时相有 法院必然会判 只能由一方来承担 另一方无非是给付抚养费和进行探望 他之所以争夺抚养权 是因为害怕孩子受委屈 现在听法官这样一介绍 他的担心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在法官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下 他同意孩子由黄伟抚养 最终 黄伟和江玉平在法院达成了调解协议 确定孩子由黄伟抚养 每周末和每年的寒暑假 江玉平可以跟儿子一起生活 同时还约定 如果黄伟不配合的话 江玉平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或者变更抚养权 就这样 这起抚养权争夺战 圆满解决 观众朋友 黄伟和江玉平的婚姻之所以破裂 在意他们多年来 没有培养出夫妻感情 和共同的志趣爱好 这印证了 婚姻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 而不是物质的结晶 更不是物质的追求 同时呢 在离婚案件中 孩子的抚养权 也不能成为大人之间恩怨的 这个出气孔 因为这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 即使婚姻破裂了 双方也应当共同努力 争取给孩子营造一个 健康的生活环境 以减少夫妻离婚 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妹妹开店需要资金找哥哥帮我 就可以给我贷款15万 三万还清 利息不算高 哥哥同意单牌的第二个月开始 就陷入到了噩梦般的欠债中 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林涛已经欠了500多万 仅仅15万元的贷款 最后怎么变成了500多万 这之中发生了什么 妹妹害我入圈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